這個西芝麻口味的燕麥片 這個麵包看起來還蠻軟的 這個沙米漬 裡面有好多薯條 買了這個 很多人推薦的麵包 好了 我也要叫外螃蟶 味破的清潔 然後我不知道 他以為人作弄一遍 真的把剌子炸到 為什麼一 Cay? 天真是因此 學成都友説 是どうや? 我背部也忘 daha做一次 是用這裡去得到 是誰? 大家好 Good的 今天又是周五了,刚刚把我的早餐做完 今天做了一个黑芝麻口味的燕麦片 看起来好像不太好吃,但是应该可以吧 然后还蒸了包子 我刚才打开我的冰箱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昨天没有关好 然后它下面那个冰格那块 它就突然间全部东西在里面都被解冻了 所以我现在让它在里面动一下,看一下它是不是坏了 如果没有坏的话,那就不用找管理公司来修 如果坏的话,我今天希望它能派人来修一下我的冰箱 要不然里面的东西都要坏掉了 然后我刚才还切了橙子 这一周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我要跟我室友去开始找房子了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到八月底就要到期了 到时候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在纽约早饭到底是怎么样的 就是作为一个贫民窟里面的留学生 好,我现在先来吃早餐吧 你好,Faren 我是包姐 我们今天这一集呢要来 然后后面这边就是那个微风百货公司 我觉得你们第一次听到就是说 哎,我们来这边看房子买房子 一定觉得说天哪 我们走过来其实还蛮快的,那么前面走吧 我们就直接先去参观我朋友家好了 我带你跟他讲说可不可以抬,他说OK 摟摟摟 然后摟摟摟摟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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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开箱一下我前几天在亚米网上买的一些东西 我本来其实想做一个零食的开箱视频 后来想说买零食我要花钱 然后我又在减肥 吃零食又会发胖 所以想说我还是先歇一些把这个想法 然后我就 因为我最近晒黑了很多 所以我打算要买一些美白面膜 然后其实我最主要想买的是卸妆棉 我本来想要在那个无印良品上买的 那他要好像一百块才能免运费 我想说太贵了吧 我也没有那么多东西要买 所以后来还是在亚米网上刚好要买面膜 然后买了我最重要的卸妆棉 然后还买了几个面包 我想试一下好不好吃 好,我们现在马上来开箱吧 我其实昨天就收到了这个包裹了 然后我想说,因为我怕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想说昨天收到的话 那我很可能昨天就把那个面包给吃了 但是昨天 所以想说还是算了 我等到今天再开吧 今天再吃 因为今天是周末 所以可以吃的比较放肆一点点 好,我就买了这个 潘潘的手丝面包 我本来想买那个 到山春的 但是好像他卖光了就没有的卖了 然后这两个就是我最期待的 我最需要的化妆棉 我之前回国的时候买了它 就是Ministro的 就是名创妖品的这个化妆棉 我觉得很好用 所以我现在再买一些 我很后悔我上次回国的时候 没有多囤一点 突然发现它们是这么的重要 然后这两个就是我说的 面包 感觉现在好像在亚米网上 它们还蛮火的 我买了一个海盐芝士口味 然后另外一个是紫米 紫米口味的 这个是海盐芝士 我现在 然后这就是我买的面膜 这个酒潮 酒糟还是酒潮面膜 我在日本的时候 我上次回国去了一趟日本吧 上一年11月底12月的时候 我就买了那个 要涂 叫什么 要洗掉的那一种 的这个面膜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所以我现在买一下 这一种一片片式的试一下 然后因为 其实我本来不太喜欢这种 就是一包里面有很多片的 这一包里面有10片 因为你打开了 你就可能感觉要在一定时间把它用光 然后你每次打开拿的时候 感觉好像不太卫生 但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还可以 然后我就把它们放在冰箱里面 等下用的时候拿出来 感觉可以 也收缩一下毛孔 然后 还买了这个 鸡美精的 这个是美白面膜 买了这个 JM solution 也是一个美白面膜 希望好用吧 就是不敢保证说我会给大家 讲一下我的 试用感想 因为 其实我还蛮懒惰的 有时候 就扣了很久 也不敷面膜 最近想说是黑了 我才说不行 我一定要强迫自己 好 现在 我要来 试吃一下我的面包了 这其实是我 为什么现在 要打开这个包裹的 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我想吃一下 面包 我本来想说 两个都给大家试一下 但是我现在 比较想吃 这个海盐 知识口味的 它好像 其实刚才还没有打开 我已经闻到它那个香味了 它面包味很重 很浓 我需要洗一下手 我先来洗一下手 再回来 好 我要来试吃了 这个面包看起来还蛮软的 不知道加热会不会好吃一点 看一下上面写的什么 我要先来 它是 两片 一起的 然后我看到 里边有这些 可能看不太清楚 试一下 嗯 看得到吗 我不太吃到里面的馅 我要再来吃一口 我觉得面包的黄油味 很重很浓 这是我喜欢的口味 然后面包还挺软的 我觉得里面的那个 馅 的那个口感 我不太 不是我 特别 就是 不是我很喜欢的那种口感 就是比较 有一点点像 嗯 Jerly的感觉吧 我本来以为它是像那种Custard的感觉 那其实总体上来说 它还是蛮好吃的 你问我会不会再买的话 可能就不会了 它好像一个这样的话也要 2块多吧 在 纳米碗上面 我感觉我可以 买到其他更好吃的零食 就我也不觉得它难吃 只是觉得 应该会有更好吃的零食 然后这个纸米口味的话 可能 晚一点再给大家试一下 试吃一下 然后我现在 还想要试一下这个 手丝面包 我真的是 的确实超爱吃面包的人 我本来我购物车里面 放了很多零食的 然后 我最后剩下的就是 这三个都是面包类的东西 感觉它还蛮大一个的 跟我的手心差不多大了都 打开它的那个面包味还蛮香的 它面包摸上去也是挺软的 嗯 吃起来不错 但是我没有觉得 就是很惊艳的说 哇 这个面包太好吃 我一定要再买 我觉得这个是 如果你早餐 不要赶时间 不知道吃什么的话 我觉得 这个面包配牛奶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本来想要给大家 介绍的再专业一点 但我发现我实在 描述不太行 可能我要多看一点吃播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描述他们的食物 那可能我可以更加准确的给大家描述 我试吃的食物 好 今天的亚米网小开箱就到这里 好 我现在要来做午餐呢 我今天打算要来做一个 就是像burrito的感觉 但是有一点自己加了一点小创意吧 这个是我之前做的那个泰式猪肉碎 还有加了一点米饭 我把它加热了 然后这个是牛果 现在来把它包起来吧 我以前在我们学校的食堂工作过 然后当时我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班次 我是在那个厨房里边 帮他们就是弄那个 take out的食物的 但是那些阿姨从来都不会 让我们帮他们包那个burrito 我们都只是把它把那个料放在上面 然后他们在那边卷 我觉得他们卷得好好看 我之前尝试过自己卷几次 我觉得都卷得不够扎实 不像他们那些那么稳 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成功 然后我感觉我的料也有点多 我觉得它可能会爆开 那最后一口我不敢翻 因为我觉得它已经太多了 啊 感觉好像会失败 OK 就这样吧 我把它卷成一半 把它拿到我的那个 这个 空气烤箱里面烤一下 单成一个taco来吃 这就是我的午餐 从burrito变成了一个taco 看一下 好像看起来没有很吸引人 还是不要那么贪心吧 反正想说把它们都放 把那些饭都放进去 到最后burrito都卷不成了 我觉得因为可能我的饼太小了 我要来试一下 还没吃到油油果 就吃到了 我做的 泰式猪肉碎还有米饭 我觉得泰式猪肉碎隔夜更好吃 我觉得它加了牛油 牛油果在里面 没有特别惊艳的感觉 这个不算是成功 也不算是太失败吧 我觉得 就失败在于 我没有把它卷成一个真正的burrito 然后味道的话 就 就不差啦 就正常的口味我觉得 好我现在要把我这个taco先吃完 等一下再见 拜拜 我们不太多了 但我们不太多了 不太多了 外面饭 哦 看这个买书 哦 看这个买书 哦 我叫了一个咖啡 一个沙明治 里面有好多薯条 好 我们吃完继续看房子 好 我的名字 1 中文字幕 1 中文字幕 3 中文字幕 3 中文字幕 所以买了这个刷奶 我没有试过这个牌子的 不知道好不好吃 买了樱桃 现在应该是樱桃的季节 然后很多超市 那个樱桃都有打折 而且看起来都是非常 那个样子都看起来很好吃 买了这个很多人推荐的面包 没有试过想说应该会很好吃 但是就很罪恶 我平常都不太买这种很好吃的面包 我一般都是买那种全麦面包 当然那些面包也很好吃 然后买了这个 Apple Cider Vinegar 我就早上起床的时候会喝一点 可能好像会听说会起到 杀菌消毒的作用吧 希望还有减肥的效果 买了这个燕麦奶 就一般大家看到的 好像都是买那种奥里的 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 喝这个牌子的燕麦奶的 买了这个Crispy 这个叫什么 Crispy Crackers 它是6块钱两包 就买回来想说试一下 感觉看起来还蛮健康的 一小扎菠菜 一个生菜 水蜜桃 我最近觉得水蜜桃切开来 然后放到酸奶里面还蛮好吃的 最爱的牛油果 但是它现在还很绿 所以应该会把它放在 外面那个消防车有点大声 所以我会把这个牛油果放在外边 让它熟了 然后再放进冰箱 今天天气很热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很快会熟 西兰花 Broccoli 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 3 Cheese Italian 就是里面有Skin Mazzarella Provallon Chatter Cheese 今天晚上打算来做一个 意大利面 然后最后 就当然我最喜欢的鸡蛋 基本上每一次买菜都要买的东西 就是鸡蛋还有奶 好今天就在厚福就买了这些东西 我这两天都跟我室友去看的房子 昨天看了超级多房的 各种条件适合 然后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的 暂时都还没有 就可能有一两间 我们觉得还不错 是可以考虑的 但我们现在可能要等周一或者周二的时候 我再看完蛋摊的一家房子 就是我是很喜欢的一个一间房 然后可能再做一下决定吧 如果这一周或者下一周做不了决定的话 下下周 我应该会再回来 然后 那到时候我们再看的话 那时候的房子是应该是要赶紧决定的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的租约到8月31号就结束了 我们是打算8月15号左右的办 我们现在去看的房子 我都有录视频 想说可以做成一个就是纽约看房记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我这种普通公新族 还有我室友两个人在纽约 如果不是住那种lustry building的话 在纽约可以找到大概什么样的房子 我们主要集中看的其实只有上东区 但不是gothic girl里面那种上东有钱人的那个区域 就可能比较普通人公新接触的那种房子 然后因为我们住在mid time嘛 所以就是中城区 所以我们也有看了一两家这两家 这今天 然后down time 昨天也看了一点 到时候我在视频里面 再给大家可能可以详尽一点讲 好我现在要先来整理一下东西 等一下晚餐之后再见吧 拜拜 好我 好我 這個位置 也要是可以用這個位置 放入雞肉 加碎 放入雞皮 加碎 盤子 加碎 放入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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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 碗粑 砂子 放入鸡肉 煮熟 煮熟 沸騰 added ordered il 煎厚 爆開 太好了